主任 对 今天有两位过来复试 他们出事还行 所以今天我再复试一次 行 有什么消息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你那边去人 放心吧 放心吧 有合适的 立马给你送过去 行 再见 周助理 今天有两位过来复试 人到了是吧 行 会让他们进来吧 好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好 请进 两位请坐 看见你们两位我心情格外的开心 你们都是层层雪麻出来的 业务能力 编辑能力都非常的优秀 但是今天我们还要进行一轮的比试 相信我的助理也已经通知你们了 两位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行 对 另外还有个事跟你们说一下 我们公司呢 编辑的部门 我们公司呢 编辑的部门 涨了工资 所以如果你们能面试成功 你们的工资 可比以前还要高 所以把握好机会 知道吗 知道了 请开黑吧 张飞的妈妈姓什么 这也就是你们今天的比试题 你们认真地思考一下 告诉我 经理啊 你这是什么比试题啊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再说了 我们是来面试编辑工作的 这和张飞的妈妈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这是什么怪题啊 我竟然出这道题肯定有它的因果关系 你们啊 也不用紧张啊 想一下 告诉我答案就行 经理啊 说实话 我对这个历史吧 还真不是太懂得 上官演艺我也看过 但是 我还真不知道张飞的妈妈姓什么 所以你这个问题啊 我拒绝回答 这位女士啊 你一看问题啊 不能只看它的表面 你得用心啊 好好的去琢磨一下 这就好比啊 以后你在工作中 老板 领导给你出了一个问题 一个方案 他不可能给你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都说得非常清楚 那还用你干什么 所以啊 你得用心 用心去体会 知道了吧 那行吧 你知道答案吗 经理啊 其实我爸 就是历史老师 关于张飞的妈妈姓什么 这个问题 在历史上 其实是没有提及过的 但是我想 您出这道题给我们 肯定不是想知道 具体的答案是什么 而是想通过这道题 来考验我们的思维能力 还有想象力 如果说真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我认为张飞的妈妈姓吴 为什么 你继续说 因为张飞她单名一个飞子 然后吴是生飞 所以她妈肯定姓吴 嗯 行 两位的答案呢 我都清楚了 其实我呢 给你们出这道题啊 她的本业 并不是特别想知道 张飞的妈妈姓什么 我不是很在意 我是想通过这道题 看一下两位对此的态度 这就好比你们在工作中 遇到领导给你们出的难题 同事给你们出的难题 你们是如何跟他们进行沟通的 是如何变通的 你们的思维反应是怎么样的 现在啊 你们的比试啊已经结束了 我呢已经有答案了 这位女士对不起了 恭喜你面试成功 经理很感谢您的认可 但是我拒绝入职 为什么 因为职场中的面试 不仅仅是面试官考察应聘者 也是应聘者考察面试官的一个过程 我之所以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想表达我的想法 一试尊重 但我并不想靠这个问题 来获得工作机会 您对我的考察呢已经完毕 我对您的考察也有了结果 很抱歉 你不合格 你不合格 这位女士 是 其实呢 虽然你拒绝绝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感觉你的一言一行 都挺好的 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对不起经理 我也告迟了 你自己保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主任啊 今天的招聘失败了 他们都不知道张飞的妈妈姓什么 啥 姓惹 惹是舍飞 惹是舍飞 你在改变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